各位好,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又是我卡薩范韋生 今天是9月14日 昨晚美股急跌了1200點 另外,納指亦跌超過5% 令港股今天的走勢基本上一定是差 在早段時間,低開後 整個港股走勢繼續偏弱 以短期來看,恒指的確確仍然有個繼續下跌的風險 因為我們都看到在上星期五 恒指出現了一個500點的升幅之後 昨天的走勢沒辦法延續之餘 亦都看到在早段時間的升幅 收市之前就完全抵消了 而且亦都繼續偏弱 以短期來看,港股仍然繼續以底部為主 主要是因為恒指在最近的低位 518803點反彈上來 之前一直受制的15分鐘即市圖 裏面的52棟平均線 在上星期五正式升穿了 而且亦都一度拉動整個指數 去到昨天的15分鐘圖裏面的252棟平均線 但未有進一步突破之後就回落 雖然昨天整體走勢 在收市前仍然比較好 因為未有失手52棟平均線 但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恒指已經是失手了52棟平均線 以及亦都看到 早段時間雖然低了393點 但我們看到那個資金流 似乎都不是特別好的 例如恒指來說 今早早資金流出了大概13.7億 至於國指流出了10.3億 另外科指亦都流出了13.7億 在流出的金額 雖然都是在說十多億的情況 不過我們看到 他們的沽貨率其實是挺高的 因為去到差不多100% 顯示著一件事 就是投資者在短期看淡後市的時間 基本上他們全部拋售了所有各個成份股 令到資金流出的情況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樣的現象下 我們都是繼續預期恒指要試更低的水平 尤其是我們看到 在之前恒指3月份的低位 18,235點 升上去 去到6月份再次見頂 去到22,449點之後 進一步是回調 捱著那個20天的移動民間線 一直跌下來 基本上主要的支持位置都實受了 尤其是看回這個升浪 總升幅計算的 61.8% 也就是大概19,844點 也都最終失手 沒有辦法收復 因此在這個 失手黃金比率 61.8%的情況下 我們會預計整個走勢會繼續下移 並且回到整個 上升走勢的起步點 也就是18,235點 希望大家在短期來說 都不要太急於去撩底 因為始終來講 都看到整個的港股 在反彈的時間 資金流配入不到 而且也都看到 在下跌的情況來講 資金流走的情況 也都非常明顯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去做一些 叫做短期的部署 都需要是非常貼市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 資金流的一些數據 幫大家作出一個短期的部署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我們先進去 這邊 一下吧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這裡 敬佑 我們先進去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